网绘篇 各位・世代观景的朋友,大家好 今星期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 书名叫做《Raging with Compassion》 作者是John Swinton,一位蘇格蘭神學家阿巴丁大學的一位教授, 他專長實踐神學、英勇神學, 而且特別研究在靈修學和關顧殘疾人士, 包括一般傷殘、認知障礙和精神疾病, 這些病患或殘障者如何經歷信仰, 我們教會如何照顧和幫助他們。 你可以說這位作者John Swinton 是在殘疾神學、disability theology 上面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個《Raging with Compassion》這本書 主要是講如何面對苦難, 尤其是那些不公平的、莫名其妙的、 不可理喻的苦難。 信徒落在這個苦難裡, 會有很多的憤怒, Raging 憤怒。 但是作者認為在憤怒之中, 我們要紀念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我們仍然要懷著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所以要有Compassion、有慈心、有憐憫。 到底是應該在憤怒中保持憤憤, 還是在憤憤中憤怒。 我不知道一個中文書名應該怎樣譯才是最合當的。 英文名就是Raging with Compassion, 兩件好像有點矛盾, 但是要並存。 這本書說的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嘗試去解釋苦難。 它甚至開宗明義就說, 我們不能夠給一個理性的解釋出來。 你看完聖經, 都沒有辦法對苦難給予一個綜合的概括的, 就是理性的解釋, 為何無辜的人、正義的人是會承受巨大的苦難呢? 不可能在每個情況都有一個理性的解釋。 但是呢, 它認為基督信仰和歷代教會的實踐是說, 不是去提供一個解釋, 或者一個所謂簡易的答案。 而是去通過教會的集體的信仰實踐, 屬於的操練, 是來建立一個對抗邪惡, 去對抗苦難, 避免信徒因為苦難而落入邪惡的陷阱。 譬如, 含怒不適, 以惡報惡, 最終衍生更多的邪惡, 更多的苦難。 那麼它說, 教會是在一個對抗苦難, 以基督救贖的實踐來對抗苦難, 是一個重要的操練。 有不幸, 作者認為在西方世界, 今天現代教會, 很多的教會是失落了, 這個怎樣去面對苦難對抗邪惡, 面對苦難對抗邪惡的淑寧傳統。 譬如, 作者認為在歷世歷代, 基督教會是有四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即是屬靈操練, 是來面對苦難對抗邪惡的。 一個是, 一個是, Iso, Lament, 第二個是, Forgiveness, 遙恕。 第三個是, Forgfulness, 就是紀念, 不斷的紀念。 第四個是, Hospitality, 接待, 包括關懷, 照顧, 款待, 甚至領養。 Hospitality。 那麼, 連同來最基本的一個, 即是, Listening, 聆聽, 聆聽, 聆聽那些受苦者的沉默, 聆聽。 你可以說是有五個, 重要的屬靈操練。 那麼就, 但是西方教會呢, 是失落了, 似乎呢, 教會是只能夠是, 享受, 成功, 順境。 他們是不懂得怎樣面對, 巨大的苦難, 譬如, 在南亞海嘯發生之後, 或者在一些, 觸動國際神經的, 大的, 恐怖襲擊, 死了很多人的事件之後, 他很多, 因為作者是英國, 教神學, 英國的教會, 他所屬的教會呢, 往往是不知道, 怎樣在崇拜的禮儀裡面, 在公土裡面, 去紀念這些事情, 去跟信徒一起去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呢, 他覺得有必要呢, 重新去提倡, 這些實踐神學, 或者牧養神學, pastoral field 提示, 即是, 重要的訊息, 或者是經驗。 那麼就, 譬如, 他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 譬如, 如果教會呢, 要去操練, 即是, 讓那個面對苦難, 對抗邪惡, 成為殉道的生活習慣, 熟練習慣的一部分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 詩篇裡面呢, 是有兩類的詩篇, 是特別重要的, 譬如, 埃蘇斯, Lamens, 或者我們有時候叫埃哥, 譬如耶尼米埃哥, 那麼呢, 這些, 在聖經裡面的, 水詩歌淚的文學作品呢, 是, 有很多篇呢, 是, 其實是, 人面對苦難, 落入苦難裡面呢, 發出深刻的哀傷, 哀明, 甚至呢, 去質問上帝, 為什麼, 為什麼, 並且呼求上帝去拯救, 一再的追問上帝, 為什麼你還不出手, 為什麼你掩面不顧, 為什麼你看不到我們所受的, 沉重的苦難, 呢, 作者認為呢, 這些的哀授師呢, 就是, 對於, 操練呢, 信徒個人, 或者教會呢, 作為一個信徒群體呢, 去學習這個哀授, Lamens的功課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Lamens不純是一個哀傷情感的表達, 其實呢, 是一個祈禱來的, 是將我們面對這個邪惡的世界, 很多彎曲撥謀的事情, 所積累的困惑, 所積累的憤怒, 所積累的控訴, 所積累的哀傷, 全部呢, 帶到來上帝面前, 面對那位公義的人愛的上帝, 向他呼吸, 這一個哀傷呢, 其實呢, 是在上帝面前, 是好像若白一樣, 我們去學習, 儘管有些時候, 我們不明白那個苦難為何臨動, 我們呢, 去學習呢, 是繼續相信, 那位上帝呢, 是會因此信實的上帝, 所以Lamens不是一個, 我們說很自然而言, 就會懂得, 就會能夠做到, 而聖經裡面這些的哀悼的, 哀傷的詩歌呢, 是幫助我們呢, 是在極大的困境, 甚至莫名的苦難裡面, 仍然能夠保持在上帝面前, 傾心吐意, 向上帝祈禱, 向上帝述說, 反映, 我們那個真實的苦方, 那這個呢, 就是聖經裡面的, 哀過呢, 其實對我們的淑寧粗戀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看呢, 他覺得很重要, 但是失落了的傳統呢, 就是, 學習呢, 用這個, 就助詩, 就是, 就助詩, 來到去表達那個, 憤怒, 來到去, 呼求上帝身冤, 呼求上帝呢, 去執行公義, 並且相信, 上帝是那位審判身冤的上帝, 就是, 那, 以至於呢, 我們是能夠將我們的苦難, 帶到來這位身冤的上帝, 這位審判的主面前, 特別呢, 思考到這位審判的主, 是那位釘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 那, 並且呢, 學習呢, 是將我們的冤情, 帶到來十字架面前, 那這個呢, 令到我們呢, 是可以避免落入去那個, 是要以惡暴惡, 以暴力呢, 來到去對付暴力, 從而呢, 將令自己呢, 是跌入了, 就是邪惡的陷阱裡面, 從而呢, 變成了邪惡的工具, 衍生呢, 更多的suffering, 更多的困難出來, 那, 這個呢, 就作先呢, 所以作者是從正面的角度的理解呢, 他不純粹呢, 是說一個對敵人, 就是, 作出一個精神上面的報復, 就是, 他其實是懇求上帝去申願, 懇求上帝去申願,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就作者覺得呢, 就是, 我們不單能夠靠是信徒個人自己去修煉, 來到去學習, 面對苦難, 去對抗邪惡, 不讓自己的心系貧質, 就是, 被仇恨, 暴力, 罪惡, 來到去俘虜, 那教會呢, 有一個不可滑區的角色, 就是, 這些的Christian practices, 這些基督徒的生活, 操練, 是非常重要的, 是去鞏固信徒, 讓我們能夠, 是, 建立起一種熟靈的習慣, 信仰的習慣, 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成為我們, 人格特徵的, 這個部分, 這個呢, 他認為呢, 是, 即是我們今天教會呢, 是很需要去, 重拾這些呢, 幫助信徒, 面對苦難, 對抗邪惡,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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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時間容許, 我稍後會再跟大家講一講, 後面那兩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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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信徒整體, 去練這兩個重要的事情, 來到是從而呢, 幫助信徒去, 對抗苦難, 對抗邪惡, 這樣那樣。 另外呢, 我也希望有機會呢, 繼續介紹, 一位作者呢, 其他三部呢, 還要主作, 有一部呢, 是專門釁對, 認知障礙症, 或者國外稱為, 腦退化症、腦智癌症、Dementia 他一本宣专门说如何面对Dementia 另外一本宣专门说如何面对精神病 还有第三本宣我都希望介绍同一位作者 这三本宣是互相关联的 是说如何去理解时间 神的时间和日的时间不同 他认为时间的神学是面对苦难、残障、不幸、精神病 甚至失去记忆 即是面对这些极端的 但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着 十个有一个长者是会有Dementia 这个认知障碍症的 进入了认知障碍尤其是晚期 连家人都不认得的时候 他还是不是他自己 他在上帝眼前的身份有没有改变 他还不可能经历到上帝 这些困难的问题 这位作者 用他很多年 他做过精神科的护士 他做过医院的院目 他接触很多这些disabled 或者是精神病患的 脑腿化的病人 他从他的经验里面 结合他的神学教育 神学实践 来写了这几本书 我觉得很值得 帮大家去分析去介绍 所以往后几个时代观景的 来到三集 我都希望能够继续为大家介绍 这位作者John Swinton 他所写的有关disability的神学著作 愿主祝福大家 我都希望能够继续为大家 我都希望能够继续为大家